最近台湾总统大选正热 特别是前几天郭董就宣布启动要联署参选的程序 说是想要整合在野力量派出强棒立抗民进党 到底台湾选举会是四角都三角都还是两党对决 整个选情高潮跌起啊 我们办公室里的赌盘规则都换了好几轮了 但说实在如果跟美国比我们这洒狗血的程度差远了 美国现在也在总统初选程序中 他们的剧情更离奇 因为有川普啊 我们之前说过川普因为面临性侵指控不止出庭受审 甚至被定罪了 而这一次川普又因为另一项案子亲自向监狱自首 而且还拍了一张预兆就是这一张啊 最近在网路上红的不得了 有人把他做成迷因 也有人把照片印成衣服穿在身上 你可能以为这种衣服是反川民众 拿来讽刺这个官司缠身的前总统吧 错 这可是川普团队自己推出的 买一件还能够帮川普募款呢 现在是怎样官司越多粉丝越多吗 大家好我是范基北 欢迎收看范基北的sday看世界 先说这张照片怎么来的 川普上个星期在亚特兰大一家监狱登记入狱 这已经是川普今年第四次因为刑事案件被捕了 这一次是因为川普在2020年选输之后呢 就打电话给共和党籍的州务卿 要他找到选票推翻乔治亚州拜登选赢的这个选举结果 所以就遭到起诉选举舞弊 面临13项罪名 补充一下 现在光刑事的部分 川普被起诉的罪名加总起来 已经达到91项 不过虽然煞有其事的拍了这张照片 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被拍口卡照的美国前总统 但因为律师已经先去谈了 所以川普本人其实只在监狱待了20分钟 就拿20万美元交保离开了 还接受访问说自己有权挑战 他们认为不诚实的选举 在川普获释之后90分钟 这些印着川普大头的募款产品就上架了 根据发给支持者的邮件 这一次募款是因为深层政府 要把川普变成头号公敌 让他在全世界面前看起来像罪犯 但我们无辜的川普永不投降 如果你也是 就捐个47美元证明自己吧 还会免费送你川普大头的T恤哦 川普推出的其他商品 还有马克杯跟贴纸 这个做法非常的有效 上次的暴风女封口废案 川普团队也趁机卖了川普无罪T恤 进账了不少选举经费 这一次靠这些商品加持 从照片发布以来 川普已经募到至少940万美元 有将近3亿台币 其中这一半是被捕隔天进账的 创下开始竞选以来的新高 不得不赞叹川普真的很会做生意啊 这种局面有关部门大概很不乐见 华游就说川普前三次被捕的时候都没有拍照 就是有关部门希望避免场面闹得太大 况且这种大头照是身份证明用的 而川普根本不需要用照片来证明他是谁 但另一方面川普竞选团队就是想要这件事情 获得多一点版面来维持高支持度 CNN报道 川普的顾问表示 他们对川普入狱的媒体报道非常的满意 让川普能够立刻为被捕这件事情求到钱 而且川普手上可是有七件案子在跑 到明年初选结束之前大概都要不停在法院跟造势场合之间跑来跑去 版面上有关他的新闻只会多不会少 不过这些案件根本上不了川普一丝一毫 反而只是让川粉变得更铁而已 根据卫报共和党初选还是由川普领先一大截 以58%支持度大幅超弦 以13%位居第二的佛州州长李尚特 民调高到川普根本懒得参加共和党的辩论会 根本就是躺赢啊 川普打的这些官司都很花钱 华油报道 今年上半年川普团队花在法律上的钱多达2000万美元 他自己大概没问题 反正一较没钱就会有人捐钱 但这次被告的不是只有川普 当初帮川普出来打天下的一大票小弟们也全都被告了 有朋友可能觉得我怎么把川普讲得像黑帮老大 我不觉得不公平 因为这一次乔治亚起诉川普的罪名 就是说他orchestrating criminal empire 主导犯罪集团 这以前都是用来起诉黑帮的 这样才能老大连小弟一次拔除 这一次川普就有18个共同被告 每个被告的小弟根据CNBC报道 诉讼费用可能每人平均100万美元 同篇报道也说 川普这边已经说了 不会帮小弟们付履实费 要他们自己想办法 很多人已经财务告急 另外纽石的报道也说 川普的大将朱利安尼 为了帮川普的2020总统选举翻盘 到处去为川普打选举不公的诉讼 现在他自己财务告急 去跟他的客户也就是川普请他签账 但川普看起来并不打算买单 共和党里其实也是有受不了川普的人了 但怎么办呢 他就党内第一名 再怎么样都不能去选民主党的吧 but你不要说 很多共和党员很纠结 其实民主党这边 对派出拜登这个候选人也纠结的很 去年有三分之二的民主党员说 拜托千万不要了 但今年情况好多了 大部分民主党人接受了这个现实 就这样吧 这就表示2024非常可能又是拜登对上川普 很多美国人看到这组合就倒胃口 美林社的民调指出想看到拜登再选的只有24% 川普好不到哪里去也只有30% 因为拜登太老川普太腐败 主流民意其实不想要在这两个烂苹果里面挑一个 华游的专栏作家就说2024大概是最让人沮丧的选举了 除了参选两个人之外 没有人想要看到这个局面 已经有很多网友写信问我 美国推不出好一点的人来吗 真的推不出来 这当然跟美国的选举制度有关 学者们众说纷纭 有的说是选区乱化 有的说是初选制度设计太烂 这些讲的都对 那今天看到另一个理论 是长期倡议改革的学者德拉特曼 他说呢 就是因为美国人一直把政党视为帮派 然后把候选人跟选民当作英雄 选举中最重要的是候选人的个人魅力 至于政党的中心思想吗 这是瞎回 根本没有人在意了啦 但讲到真民主 人们应该是因为共同的核心理念 共同的想法聚在一起 而不是为了一个人 尤其现在的美国个人主义这么兴盛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 更需要政党居中协调 帮不同需求的支持者瞧 强大的政党 其实是健康民主的基础 如果民主要妥善的发展 这种崇尚英雄的想法就得要改 但要政党变大变强 对现代选民很像黑箱作业 尤其川普不断的说 法政跟科学不能信赖 很多川普支持者已经不大相信制度了 美国的保守派法官甚至说 现在已经没有共和党了 只有川普支持者 共和党已经被川普摧毁了 没有两个同样健康强大的政党 美国民主根本无法运作 甚至是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 他指出政党要对美国有信仰 原则政策跟观点 但共和党都没有 随着共和党快变成一人政党 德拉特曼指出 要改变美国的政治 就得要改变制度 让选出候选人的过程 可以更有代表性 德拉特曼也说 他认为美国不应该只有两党 主流政党应该多一点 然后不同政党可以联合支持一个候选人 这样才能选出一个 真正代表多数民意的领导人 其实每个制度都有问题啦 德拉特曼认为美国应该要脱离两党制 走多党制但我看一大堆有多党的国家的问题一堆 你去看看以色列啊 他党很多啊 还不是一样选出极右执政一样宪政危机 在我看呢最重要不是制度 是选民的态度 民族是要能够包容不同的意见 必须要能够妥协 要给不同声音的人一条活路 这些极端声音的问题 就在太坚持自己的做法 不照我的方法做你就给我滚 你不给对方留任何余地的时候 对方就只好跟你拼命啦 到此时民主精神荡然无存 民主最重要的功用 就是要大家不要打 用奖的不是吗 所以今天我想要问问大家 你觉得我们台湾的主流 会不会给不同意见的人一条活路 我们妥协的精神高不高 留言告诉我 我们这周推出了全新的 8月看世界小测验 连结在下方的资讯栏 欢迎大家来挑战 那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你也可以订阅Lite Day官方帐号 待见每天把重要的新闻 报告这个节目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 到Lite Day国际的来幕里 就我们所有的报道 分析别在这一看世界 天尾精选一则国际话题 带你快速秒总谢大使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